你看禅宗 看五灯会员 看传灯录 里面很多故事 老和尚 崔岩这个学生 问他 道一句来 说一句来 说给我听听 那个学生刚刚要开口讲话了 立开拿个拳头就把嘴巴捂住 道一句来 他去想道了 为什么捂住 言语道断的道什么话 在一个举动的时候 把他嘴巴一捂的时候 他开乎乎了 手发高明得很 换一句话说 老和尚有神通 有智慧 看到这个学生 在什么时候呢 将物为物的时候 就是那个关键的地方 就差那一招 他不能开乎 这个手段一表演一下 他火热到 如果没有到这个缘 你把他嘴巴堵死了 还是不开乎 那有活病呢 这种方法 不是对付任何一个人的 只有那个特殊的 他有这个缘分 这下碰上了 要一个人开悟 那个方法 那这是千变万化 没有一定的方法 真正开悟的人知道 真正开悟就成佛了吗 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他知道 没开悟的人不知道 所以你没开悟 学他那些方法 全错了 那是学不到的 叫不可以 那 咯 那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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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